花蓮縣文化局舉辦的台灣閱讀節活動 也舉辦了從閱讀複製成功習慣的講座 特別邀請了兩位職棒球星和花蓮棒球隊的小朋友 分享如何透過閱讀來設定目標 面對挫折挑戰自我的心路歷程 花蓮文化局6日舉行台灣閱讀節活動 同日下午在舉辦從閱讀複製成功習慣講座 邀請了富邦漢將隊林辰華、熱天桃園隊馬傑森 與花蓮小朋友分享打棒球的心路歷程 就想問一下 就是其實兩位都有先跟我們說了他們閱讀 就是對他們來說是怎麼樣的一個意義 以及他們想要推薦什麼樣的書 或者是什麼樣的文字的力量要推薦給大家 有一本書叫前功者沒告訴你的三管好地方 像這本書那時候在我在打球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遇到挫折啊 然後就是不知道怎麼練這個時候 我那時候就會看這本書 因為它裡面有在幫助我 很滿多在打球上會遇到的事情 然後我看這本書之後就變得會更有自信 然後在接下來的書練啊 什麼樣的都會更容易 那比我想怎麼辦 我一樣 就練就對了 但是練要有什麼方式練 就是你要找對方法 那你要如何讓自己有方法練球 你要有想法 那自己這個想法是什麼 就是相信的 就像我們今天講的 希望你們可以多閱讀一些東西 讀你們喜歡讀的東西 像我也不是讀什麼專業課 我是看什麼 就是一些科幻小說 我是看什麼所謂的 什麼開堂所捷克 那個等到18歲才可以買的那個 就是例如就是多看書 可以讓你增進一下你知識 讓你可以更加的去表達你要表達的東西 兩位球星也免利小朋友 要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設定挑戰目標 全力以赴 而由周思琦創辦的球鴉基金 今年邁入第七年 在花蓮台灣閱讀節活動 公開表揚本職業獲得棒球獎學金 和閱讀獎學金的小朋友 期盼持續為台灣七成棒球教育灌溉 藉著長方葉華聯師報導 都 完全 invisible